飞车十足!再登荧幕撞烂名车! 终极沙阵物预告! 图海乐! 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二五! 1998年,卢贝松义第五元素在应谈大放异彩,便突发奇想开创了疯狂继承车司机出任务的终极沙阵系列,取得高票防成绩,打响法国动作王牌名号,一台P-Rodic 406 后疯狂穿梭于法国马赛的巷弄间,让全球观众为之疯狂,好莱坞甚至买下版权翻拍成继承车女王,更效法延伸拍摄出玩命关头。 距离上部终极沙阵四已经长达十一年,卢贝松在监制终极沙阵物,曝光的预告片中,P-Rodic 407从尘封的货柜中开出,仍然宝刀未老,飞天顿的。 而这次的强盗集团,则是开注法拉利强银行,卢贝松大探,终极沙阵物电影制作成本约四千万,光买车来撞就花了一千万。 终极沙阵物电影讲述,警察艾米里从警署被转调到马赛小警局,负责追查恶名昭彰的意大利法拉利银行截道团。 喜欢乱开车的计程车司机丹尼尔也来凑一咖。 隐形声轰隆隆再度响起,警匪飞车驰骋在南法小镇,以及永远追不上的车尾灯。